大家好,我是法兰霸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硕士物理治疗师 同时也是职业中的推纳师 欢迎回到法兰霸的健康乡坛士这个单元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是 很多养生专家都在说 夏天千万不要吃冰 那这样子的理论 我们今天要来探讨一下 我们这边先讲结论 结论就是夏天当然可以吃冰 但是它有一个前提 前提就是不能常吃 不能大吃 在这样子的前提之下 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好好的在夏天 品尝到冰品清凉的好滋味哦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 法兰霸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法兰霸在YouTube上已经经营了 将近两年多的养生食料特别企划的一个 特别企划的节目 那在YouTube上只要搜寻法兰霸以及养生食料这几个字 就可以很容易的找到法兰霸曾经拍过的养生食料特别企划的 各个时节的养生食料的一个食谱介绍 以及食谱的影迹哦 在每个节令气候 不管是冬天夏天春天秋天 都有相应时节的特产食物 相对应各个时节气候 然后可以帮助我们调量我们身体 拼合我们身体内外健康的各项的健康食料 都非常欢迎大家到YouTube上面去观赏哦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进入今天的主题 夏天到底可不可以吃冰 像这么热的夏天 外面气温36、37度 甚至38度、39度 这么高热的天气 你让我不要吃冰 那不是非常的难受吗 我们人都有一种趋性 像在冬天寒冷的时候 我们都会想要吃火锅 想要吃一些热的汤品 来补足我们身体里面的热量 那当然到了夏天的时候 这么热的天气 外面天气这么热 我们当然也会希望来吃点一些 来吃一些冰凉的食品 冰凉的冰品 来让我们身体的体悟不要那么高 这样子的想法难道是错的吗 这么热的夏天 就是要吃冰啊 不然要干嘛 但是呢 这边要讲一个前提 就是说 你夏天当然可以吃冰 我们人体 我们人的趋性就是这样子 你天气热的 吃一点寒凉的 把那个体温 把那个照热之性降下来 到了冬天 外面天气寒冷的时候 我们吃一些温阳 热性的食物 热性的食品 热性的食疗 把我们身体的体温 把我们身体的机能提升上去 这是很自然的一种现象 但是呢 它的前提就是说 你不管是在冬天吃热的 夏天吃冰凉的 它都不可以过量 尤其是夏天 尤其是夏天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人体是一个恒温的动物 我们人体常温在37度C左右 在我们人体恒定的温度之下 不管是外在的环境 或是我们人体的里面 你接触到过高或过低的温度变化的时候 我们身体里面的恒定系统 就会很努力的 要把这样子的高温或是低温的情况 把它矫正回来 所以当我们吃了温度过低的冰 我们身体要花费很多的热量 去把这个冰 它带来的一个冷的一个情况 把它改善到我们人体的常温 那如果说我们吃进去的冰 或是我们吃进去的粮品 冰品的一个量不多的话 或者是我们偶尔 偶尔才去吃一次 我们的身体很快就可以把 这样子的一个失衡的状况 矫正回来 那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如果说你常吃 或者说你本身身体 身体先天的体质 肠胃功能就比较不好 你再调整它这个体热 调整我们营养的状况 本身就不是很好的时候 或者是说年纪开始大了 我们身体里面的气血循环 开始下降 它这个矫正温度 或是提供我们人体热能 去把冰品温度提升上来 这样子的一个功能 它其实是减弱的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就会很容易让我们的身体里面的 平衡系统失常 那失常了之后呢 就会导致我们人体会有腹泻 腹痛等等不好的一个症状 再更进一步 你偶尔失常了 它会让你腹泻 腹痛 然后短暂的不舒服 如果你常常做的话 甚至会出现说 会有霧寒 怕热 手脚冰冷 甚至于头晕 头痛 等等的症状 这样子 类似像自律 神经失调的一个情况 就会跑出来 所以说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 不鼓励夏天吃太多的冰 或是太常吃冰的一个原因 好 我们刚刚提到了说 我们的身体里面的气血循环 假如说它气血循环不好的时候 你吃过多的冰品 就很容易让我们身体的一个代谢失常 就很容易让我们身体的一个代谢失常 然后甚至会提早造成我们身体老化的现象 像这个气血循环开始下降 跟我们人体老化退化相对之间的一个关系 我们会在未来的时间 另外单独来录一个单集 来介绍他们之间的一个相对应的一个关系 好 那我们刚才提到了 夏天可以吃冰 但是不能长吃 不能大吃的一个原因 接下来我们来聊聊 如果我们今天在夏天的时候 不遵守这样子的一个准则 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就是说我们夏天的时候 只要天气热了 我想吃冰的 如果就吃冰的 吃一个不够吃两个 吃两个不够吃三个 甚至于我早上吃中午吃下午吃 这样的时候对我们人体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或是说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危害 我们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一下 在中医的观点里面认为 冰品或是良品 它就是属于一种寒湿之物 吃的这些东西就会让我们的体质慢慢的偏寒 然后会加重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个湿气 它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你吃下去的冰 它会抑制我们身体里面的阳气 那我们的身体里面的一个阳气就是所谓的脏腑 五脏六腑的功能 它没办法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发挥作用 它会抑制到或是损伤到我们的五脏六腑 阳气的运作它的功能 然后会使身体的各项代谢循环 所有的机能都会跟着下降 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我们人每个人可能不一样 可能对冰品它的一个忍受 对冰品它的一个耐受程度可能会有不一样 也许身体不会马上出现问题 但是长久而往 但是长久而往 这些东西长期累积在我们身体里面 它就会有一个 对我们身体产生一定量的一个影响 最常见的就比如说 女生她的一个筋痛 筋量 或是白带偏度的一个问题 如果常吃冰的女生 它很容易造成 因为吃了过多的冰品 冰饮 这样子含湿的饮料 含湿植物呢 会影响 会影响我们女性的一个筋血 会凝制不畅 就是因为你血液应该是一个 顺畅的流动的一个状态 那因为你吃了冰之后呢 它这个含凝的效果 因为冷 然后造成它凝结的一个效果 会让你的筋血运行 无法顺畅 那接着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子宫 女性的子宫 会影响到女性的子宫 它的一个收缩的时候 我们的筋血 每个月的筋血 就排得不是很干净 那会让你的筋血量变少 甚至会让你的筋血 颜色会变暗 那气血不通 我们刚才讲说 它会造成筋血凝制的状况 因为气血就会不通 那不通就会变成更严重的筋痛 那这样子的筋痛 常常会迁到我们的腰脊下背 骨盘这一块呢 酸软疼痛的一个状态 甚至在水溢的代谢方面 也会在筋前容易造成 女性下半身的一个水肿 同时也会伴随着一些 胃寒脂冷 就是说怕寒怕冷 我们的手脚会冰冷的一个状态 那相对的在肠胃道方面 也会造成腹泻和肚子脚痛的一个问题 已经造成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 你怎么样来解决呢 基本上就很简单 就是你只要热腹我们的小腹部 就可以减少这样子的一个筋痛 或是胃寒脂冷 甚至于腹泻脚痛的一个状态 那等一下我们会专门来谈论这一块 如果吃得过多 或是怎么吃得过多之后 我们也怎么样来矫正这样子的一个 不好的一个状态 第二个常吃冰或是吃大量冰 造成我们身体的一个危害的话 会造成我们的行程代谢的下降 那行程代谢的下降 在中医来讲的话 就是你气血循环的一个 气血循环能力的一个减弱 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很容易会开始变得衰老 那代谢下降的话 吃得多代谢的少 那就开始发胖 所以这是它第二个不好的一个后果 那第三个的话 第三个常吃冰或是吃大量冰的一个后果 它会造成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个湿气 水气就会加重 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它会影响到我们人体里面五脏六腑 阳气的运行 也就是我们五脏六腑功能的一个运行 那功能运行受到阻碍的时候 就会造成我们体质就会偏虚偏寒 尤其长期吃这些 我们刚才有讲到代谢变慢 代谢开始变得不好的时候 水分就会滞留在我们身体里面 没办法排出 那体内的水气或叫做湿气 慢慢增加的时候 会造成我们身体就偏于湿 就是湿气的湿 偏湿的时候再加 如果这个时候再加上外面 比如说你刚好遇到梅雨季节 如果刚好遇到 是一个比较潮湿的一个地方 这样内湿和外面的湿气 两个一相结合 两个一相结合的时候 就很容易导致我们身体开始变得浮肿 就是我们身体开始变得水肿的意思 那同时间可能就会产生 头昏脑胀 人没有元气 动不动就想睡 然后四肢沉重乏力无力 同时会影响到我们的胃口 所以我们在夏季的时候 都会多推出一些 能够排湿除湿的一些养生食疗 能够让你的身体里面的湿气 不要那么重 能够把这些湿气排出出去 你的胃口就会变好 湿气中的时候除了影响到食欲之外 它甚至于它会变成病态的 会影响到我们的皮肤的湿疹的一个发作 那甚至于说 你如果有过敏性鼻炎 或是过敏性的一个 皮肤的一个状况的时候 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内湿加外湿再加上冰品温度 这种寒性 它就很容易造成我们 各种过敏症状的一个增加 最后一个 现在夏天外面的天气非常的高热 我们常常在外面活动 就汗出如雨 毛吸孔全部都是打开的 就一直往外面流汗 在这样子流汗的一个情况之下 你突然走到一个 开着很强冷气的一个室内 它这种状况就很像我们 在高热 我们人体高热高温的一个情况之下 你突然灌了一杯 很冰很凉的一个冷水 或是说吃了一大口 吃了一大杯的一个刹冰品 这样子一个高温到低温 剧烈温度变化的一个情况 会造成我们的寒气 会造成体外的寒气 或者是说我们吃进去 肚子里面的寒气 它会绑住我们的身体 从外面的话 就绑住我们的皮表 那在里面的话 就绑住我们的一个肠胃道 那这样子的情况 就会让我们体内的一个 鼠热之气 就是我们身体的高热 散发出去的一个高热 没办法正常的代谢出去 没办法正常的 透过排汗而代谢出去 就是在室内 所以在室内就开始出现 怕冷发热头痛深重 甚至肩颈僵硬的一个状况 因为你吹到风了 因为你在毛细孔大开的时候 吹到冷风了 所以我们的肩颈皮肤 这个神经感应的地方 它全部都会紧缩起来 就会变成肩颈僵硬的情况 那同时 肩颈僵硬的 它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头痛 偏头痛 然后甚至会血压升高 头晕等等的一个症状 等等的一个情形 那以上这几点就是 你如果 在夏天的时候 为了一时贪量 没有控制好量 没有办法好好地控制 你自己的一个本身的欲望 然后吃得过多 或吃得太频繁 而导致我们身体 没办法复合 而产生了一些 不好的一些症状 接下来让我们先休息一下 来段串场音乐 我们要来广告一下 我们 友好平台 不是 我们的友台制作 在之前预录 第零集的时候 有来上节目的 本斗啊 那本斗啊呢 它是由两位主持人 一起主持 他们在节目里面 用非常风趣 幽默的方式 来讲解 有关于南部人 或是辅成人 甚至有人说 叫做古龙人 对于时事 对于南部的一个现象 对于南部的一个环境 都市生活 各种人文风情的 种种的一些讨论 都是非常的精辟到位 可以非常好的表达出 我们南部人 对于生活的一个想法 非常欢迎大家去收听 本斗啊 这一个podcast节目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 工商广告时间 接下来我们再回到主题 继续去讨论吧 我们刚刚谈谈如果说 你没办法好好的 节制自己的一个欲望 在夏天 在高热的天气之下 太频繁的吃的冰品 或是吃的过多的冰品 它所造成的一个危害 那回过头来讲说 那夏天这么热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的吃的冰 才会吃的舒服 又不会对我们人体造成危害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谈谈 该怎么吃冰 它还是有一个方法和技巧的 掌握好这些方法和技巧 你就可以在夏天里面 可以享受到冰品的一个美味 然后又不会让我们身体 造成过多的一个危害 好我们先讲第一点 第一点 天气最热的时候是夏天 那在一天当中 天气最热的时候是中午 就是正午的时候 正午到下午 大概三四点之前 那同样的 这个也是我们一天里面 就是正午到下午三四点 这段时间 也是我们一天里面洋气最盛的时候 不管是外在环境的洋气 或是我们身体体内 生发出来的一个洋气 也都是在这个时间段 是属于最旺盛的时候 那如果说你选择在这个时段来吃冰 因为我们身体里面洋气偏于旺盛 能够抵抗冰品寒冷寒湿的一个性质 它就会比较强一点 这个时候我们来吃冰 它对我们的身体造成的危害 就会比较少一点 所以说大概是正午的时间 到下午三四点这段时间 来吃冰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段 第二个 第二个 我们希望你在吃冰品 或是冷饮的时候 能够隔开我们正餐的时间 所以就是说 我们不希望你在吃饭的时候 一边吃正餐一边吃冷饮或是冰品 甚至于说你在吃正餐之后 马上接着吃冰品的甜点 这样子 你在正餐的时候 一边喝冷水能饮 然后又一边吃热的一个食物 会造成我们体内一下高热一下低温 这样子的一个温度变化 会对我们的肠胃道造成过多的刺激 和不好的一个损害 那空腹的时候当然也是一样不建议你吃冰品凉饮 因为空腹的时候 我们的体内少了一个缓冲 你一下吃大量的一个冰冷之物 到我们的肠胃道里面 它会直接刺激到我们的一个肠胃道 就很容易造成我们之前刚才讲的 那些不好的一个状况会产生出来 第二个就是建议 最好是在饭后半个小时一个小时 以上再来吃冰品凉饮 避免短时间之内 一冷一热 然后来刺激到我们的一个肠胃系统 再来第三个 吃冰的时候 不管是吃冰喝凉饮的时候 都要慢慢的来 都要慢慢的来 不要一下子一大口 那一下子一大口 对我们身体的一个冲击和刺激性就会相当的高 那如果说你在吃冰或是喝能饮的时候 能够在口腔里面先含着 稍微再等冰或是说那个能饮的温度提升一点的时候 再慢慢的把它吞下去就可以避免 就可以避免掉太过于刺激到我们的喉腔呼吸道 以及肠胃道 这样子的温度的回升一点点 它并不会影响到它的食品的一个美味的程度 这个时候 因为它温度稍微高了一点点 再去吃它对我们身体的一个影响 它当然也会比较小一点 所以第三点 就是希望吃冰的时候 在吃能饮的时候 希望能够细细的品尝 慢慢的从喉腔里面吞咽下去 再来如何吃冰吃的健康 这一点就是身为中医人比较讲究的一点 就是说你吃冰的时候 冰它本身就是一个含量的性质 那假如说你这个冰品的内容 它又是一个含量性质的一个食物 或是它的一个属性的话 它就会造成 它就会造成含上加行的一个作用 比如说 像我们会吃的西瓜 哈密瓜这种瓜类 它是属于偏含量性质的一个瓜品 它本身就可以帮助我们消除我们的体热 这个时候你要把含量之物 再制成冰品 不管是制成冰棒或是制成冰淇淋 这样子含性的食物 在把它冷冻成更含的东西的时候 对我们身体的一个刺激就会更强烈 那中医会认为说 你如果既然要吃冰了 那我吃一些用热性或是用温性食物 所制成的冰品 在那个冰品化开之后 它会转换成一个比较偏平和的一个属性 对我们人体的伤害就会比较少 这个是比较注重养生的中医 他们会持这样子的一个观点 那哪一些东西它是这样子的一个属性呢 比如说你要用桂圆 就是龙眼 荔枝 黑糖 有这些比较偏温热或是平温性质的 食物去制成的冰品 我们来吃它的话 相对于对我们身体的一个接受度 或是对我们身体的刺激性 它就会稍微好一点 这是第四点 然后最后一点 第五点呢 在吃冰的时候 真的真的要非常注意 你吸收的热量 冰冷的食物 它会让我们的舌头上面的一个味觉 会变得比较不灵敏 你可以试试看 喝同样含糖量的一杯温水 和一杯冰水 你会觉得喝冰的那一杯 真的就比较不甜 为什么 因为含冷的性质 会让我们舌头上面的一个味觉 比较不灵敏 你就要更多的一个糖分 才会让你觉得有甜度 你吃了外面四瘦的冰 它为了让你的口感好 它其实是加了很多糖的 它加了很多糖的 所以你吃了太多 或是吃了太过逃 太频繁了 真的就会影响到我们身体 热量的过度于吸收 然后就开始变得肥胖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额外的一点 一定要注意 那以上就是我们讲的五点 怎么样吃的健康 怎么样吃的没有危害 怎么样吃的冰凉消暑 怎么样吃的还可以维持健康 的五种方法 我们刚刚提到了 你吃冰吃过头的一个危害 然后接下来我们又提到了 教你如何用好的一个方法 来可以消暑又健康的吃冰 那假如说你之前 已经吃了过量的一个冰品 造成我们身体的一个危害了 这个时候我们要来怎么样 调整我们的一个身体 就是说 我们已经意识到说 我们之前做错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来怎么补救呢 其实非常简单的一个三个步骤 就可以让我们身体 它的一个体内的一个机能 慢慢可以调整回来 第一个 假如说你是女性的话 我们刚才有提到说 女性过时 冰品能饮的话 会造成我们的一个子宫的状况 异常 会造成精血的一个异常 那这个时候女性可以多多的去按摩 冠圆穴 那冠圆穴在哪里 就在你的肚脊下三寸 肚脊下三寸就是我们 四个指幅宽的一个位置 就肚脊直下三寸 就是我们所谓的下单舔的一个位置 这个地方呢 你可以用 用我们的掌心 或是用我们的一个拇指 用我们的拇指 必须是温热的拇指 你不要手冰冰的去按压它 用我们的手心 温热的手心去按摩 去搓揉这个关元穴 它就可以 慢慢的把我们的身体的一个体质 调整回来 调整到我们 把那个偏寒 偏寒 偏湿的一个体质 调整到 比较正常的一个体质回来 那这个当然有前提 前提就是 你不能够在像之前那样子 吃的很多 吃的很平常 然后完全都不忌口 这样子的前提之下 你去按摩它 然后它才能够有办法 慢慢的把你调整回来 那第二个 如果觉得说按摩 关元穴 不是那么方便的话 可以建议你用热敷的方法 不管是这个时候 这种方法 不管是男生女生都可以 比如说你之前已经因为你的 吃的过时冰冷 然后导致你 常常腹泻 常常腹痛 真是整个身 整个身体都已经 已经开始变成 寒性的一个体质了 我们会建议你用 热敷的方法来 热敷你的一个腹部 就是我们的小腹部 或是肚脊周围 以及肚脊下 关元穴 这些地方 全部都可以 利用 热敷的方法来 来去热敷它 只要用 比如说我们用热水袋 再来热敷我们的小腹部 只要15分钟的一个时间 它就会有 驱散寒血的一个效果 不过这个要每天要持续 每天要持续 不是说你单独只做一次 吃病都吃那么多次 你单独只做一次热敷 你觉得可以绞重的回来吗 当然是不行的 所以说 它这种方法都必须要持续 持续一段时间 频繁的去做它 它才有办法把你那个体质 慢慢的绞成回来 这是第二种方法 用热敷的 去热敷你的腹部 第三个 第三个就是 去吃生姜的料理 去吃姜的料理 姜就是我们食品里面 那个生姜 姜母鸭的那个姜 因为生姜它本身 它是一个温性的一个食物 它的一个性质叫做 性温胃性 味道是辣的 那它有发汗 散寒的一个功效 所以我们可以 多吃一些 生姜的一个食物 能够帮助我们 把我们身体里面的 一个水汽 把它发汗出去 把我们身体里面的 一个寒气 把它驱赶出去 那吃了这样子的一个 生姜料理之后呢 可以 很好的帮助我们 矫正我们那个 身体偏寒偏湿的 那样子的一个体质 那生姜的一个 料理食品有哪些呢 比如说姜茶 比如说 做菜的时候 放一些姜片 姜湿 这样子的料理 都可以很 很好的帮助你 调整你的 因为过湿冰冷 而造成偏寒 偏湿的一个体质 好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健康相谈湿的内容 那我们今天的内容 也会同步到 YouTube上去 假如说你不习惯 使用Podcast 来听广播 来听这种声音节目的话 我们在YouTube上面 也准备了同样的一个 用听的一个节目 你可以把它打开 然后放着 让它去播放 一样的到YouTube上去搜寻 法兰霸 三个字 你就可以看到相关的内容 好 那节目的最后呢 要呼吁大家 我们的健康相谈室 我们会谈一些 例如像今天这样子的一个 养生 有关于养生 有关于我们一些 饮食遗迹 就是不管是 跟季节相关 或是跟食品相关的 一些饮食遗迹 疾病相关的 饮食遗迹的一些 相关的一个话题 当然也希望说听众朋友们 能够跟我有一个 更好更多的一个互动 假如说你们有希望 听到的一个主题 希望我们来聊聊 这些主题的话 都非常欢迎到YouTube 影片下方的留言栏 去留言 告诉我们说 你喜欢今天 什么样的一个内容 你有什么兴趣的内容 我们可以在未来一起讨论 都非常欢迎大家到 YouTube影片下方的 一个留言栏 或是到Apple Podcast 下面的一个评论栏里面 留言告诉我 下次我们可以开一个 专门的一个集数 来讨论我们这些 相关的一些内容 好 那以上就是今天 节目的全部 下次我们的健康相谈室 再会 拜拜 See you next time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